嗨嗨 宅宅们 我是宅宅 这一期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剧组里用到的冬季保暖好物 你看像这一件 我特别喜欢它的颜色 它是这种红色的 然后手感是有点像那种珊瑚绒 能看到吗 就是很融合 特别舒服 就穿上去 哎呀 因为刚洗完还香香的 穿上去有一种没有穿衣服的感觉 但是呢 它的弊端就是 它只能遮到肚脐蚤 单穿的话冬天会有些冷 我都是把它放在我的卫衣啊 或者是我要外出穿的衣服的里面 然后第二件就是这个 看起来颜色有一点丑丑的 这个就也是一个保暖衣 我买它的原因很简单 一个就是它的绒是很厚的 然后因为它足够丰盛 你看它是有团力的 比如说我冬天拍夏天的戏 像我这个衣服如果领口在这 我穿那种保暖衣就会露出来 但是这个呢 前面的开口是到你的肋骨的位置 它这个衣服就不容易穿帮 但是不适宜过冷的时候 它没有袖子嘛 所以我一般穿这个的时候 里面会搭着这一件穿 这一件也是我很早之前就买的 已经穿了很久了 它是这样子的一件保暖衣 里面自带胸垫的一件衣服 然后这个衣服的质感是这个 你看不绸缎一样 穿上去特别舒服 就是很透气 所以我一般就是穿这件 然后外面再泡一个这个 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暖和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必须要说的 就是我今年刚入手的一件 叫做加热保暖衣 特别的神奇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口 拉链 你把它拉开 然后它自己会送你一个这样的充电宝 然后拉链里面自带一个这种线 你就把它插上 放到裤子的这个兜里 然后把这个拉链一拉 它就可以在里面了 就是它自带一个这种 就是小布兜 然后其实上面是它的开关 然后长按两秒 它就会亮 然后每一种颜色是不同的温度 就是我把它打开 就我现在说起两句话的时间 这条裤子已经滚烫了 就是加热速度一绝 秋衣的开关是在它左边的袖口上 然后这个衣服要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你可以放在洗衣机里洗和甩干 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冬天 你特别特别怕冷的人去穿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一个姐姐给我寄的一个小礼盒吧 是她给我选的袜子 像我睡觉都会穿一个长的珊瑚绒的家居袜 因为我觉得脚部冷了 浑身就会暖和 就是这样子的 像一个鸭罐 这一双是长长的像小珍珠在上面 然后纯棉的袜子 然后穿到小腿 就是保护住我的脚踝和脚底 哎呀它上面还带着一个小字条叫做 我喜欢你已经超过两分钟了 无法撤回了 好可爱 但是这一双我觉得就带着一点点复古的感觉 就是你看 还有一双就不给你们拆了 因为我觉得这两双够我穿一阵子 这一双我就要保护下来了 可还有一个就是姐姐送我的一个口罩 我觉得它特别的有意思 这个口罩留在我别的好物里跟你分享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今年冬天的重磅单品 这一双棉鞋你看就是它特别的厚 然后穿上去直接到这个位置 然后就是我们化妆的时候在化妆车上嘛 我就觉得会有风从那个车门那吹进来 我就会觉得脚很凉 有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不冷了 这是我的助理妹妹方方给我买的 然后呢很适合我这种小个子的女生 因为她带着一点点的增高 就是你看很轻 然后很暖和也没有异味 就是不会有那种臭臭的味道 分享给你们一个我的小秘密 就是我现在去剧组拍戏 就是穿那一套加热的秋衣秋裤 外面裹一个厚厚的羽绒服 然后脚下蹬着这双鞋 穿上一条长袜 然后到那呢换衣服的时候就把外套一脱 直接穿上戏服 我觉得非常方便 而且特别的保暖 很适合我这种懒人又想精致的女孩 好啦这就是我跟你们分享的 我这个冬天淘到的保暖好物 下期见吧 拜拜